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会见马英九一行时强调 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 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 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共同追求和平统一的美好未来 把中华民族的命运 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在海峡两岸引发热烈反响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 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海南省有关负责人介绍相关情况 各地抢抓农石有序推动春耕生产 截至2023年底 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到13.34亿人 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 乙军称打死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的多名亲属 哈尼亚称不会在停火谈判中让步 俄罗斯方面称 俄军在128个地区打击乌军目标 乌克兰方面称 基辅州最大热电站被俄军摧毁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10号下午在北京会见马英九一行 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 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 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民族有共同的责任 对未来有共同的期盼 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和外部势力干涉 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共同追求和平统一的美好未来 把中华民族的命运 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海峡两岸引发热烈反响 在会见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民族一路走来 书写了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 镌刻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史实 习近平总书记 希望两岸青年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同心同行 跑好历史的接力棒 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习总书记有提到 我们是有非常长远的历史 那一路以来 大家靠着就是前辈先进门的努力 我们才能够拥有现在经济民生 各个方面蓬勃发展的阶段 习总书记在会中有提到说 国家的未来在于青年 两岸青年必须多互助 多合作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 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 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历史 我对此深有体会 我们都共同相信 即使隔着一网海峡 我们双向奔赴的情感连接 也绝不会减少一分 在两岸交流的时代大潮中 青春不会缺席 治合者不以山海为怨 我相信两岸青年相知相亲的手 会永远紧紧地握在一起 在这趟旅程当中 和去年来台湾的朋友们重逢 我们种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青年之间就是朋友与朋友之间的来往 是用心去感受 用心去体会的 我们希望说两岸可以 融兵竹桥 共同迎来两岸青年的芬芳 我们有同根同源的血脉亲情 和文化连接 作为青年同胞 我们将自觉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 传承者 弘扬者 努力聚集更多更强的 两岸同胞 心灵契合的正能量和向心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 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 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想以总书记的这样的一个胸怀 还有他的政治高度 传达给台湾同胞是一种很温馨的 要大家安心 只要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面 没有什么事不好商业 什么事没有办法解决 台独走不通的使务统 统一就像针塔指引台湾的出路 我觉得中华文化是一个两岸共同的根 我们都是这个原皇子孙 九二共识就是帮助两岸 能够走在一起的共同政治基础 所以我们也呼吁台湾的 不管是哪一个党派 都能够回到两岸的共同政治基础 让两岸重新恢复交流 这才是人民的福祉 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便是中华文化 因为从文化当中 我们可以穿越时代上下五千年 更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也更有底气产生民族自信 我期待两岸能够有更多的交流机会 共同传承中华文化 来提升两岸同胞的福祉 振兴中华 总书记这个重要讲话 是我们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 总体方略的又一次生动的论述 我们有决心 也有实力 也有这种意志去排除干扰 最终去实现中国的国家统一 两岸的家国团圆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 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今天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海南省有关负责人 介绍了相关情况 2023年 海南多项经济社会指标增速 处在全国前列 其中GDP增长9.2% 体现自贸港经济形态的 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 分别增长15.3% 29.6% 货物进口额 约占进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 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04.9% 让世界分享了海南和中国发展机遇 今年海南将统筹 封关运作准备和经济社会发展 推出一批更具全局性和影响力的 制度集成创新成果 同时大力发展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四大主导产业 前瞻布局 南返种业 深海科技 商业航天 三大未来产业 打造新制生产力的重要实践地 全省一盘级传导同层化的理念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促进海口经济圈 三亚经济圈 丹阳经济圈 三级发展能级提升 以环岛旅游公路 串起滨海城市带 与中部生态保育区 三海联动发展 增强整体发展合力 今年海南还将加快 绿色低碳转型 滚动实施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清洁能源岛 和清洁能源汽车推广等 标志性工程 在全国先行一步多做贡献 此外还将加大民生投入 把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 带来的经营主体激增 和投资项目建设 转化为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 提高群众 在自贸港建设中的获得感 眼下正值春耕的农忙时节 各地纷纷抢抓农时 有序推动春耕生产 进一步提升粮食单产和品质 为全年粮食丰收 打好基础 像两种药产量 今年吉林省农业农村部门 优选出适合不同区域种植的 玉米水稻大豆等 126个主导优质品种 供农户选择 在吉林省农科院 大豆育种实验室 新的耐盐碱大豆品种 正加紧培育 今年吉林将在西部盐碱区 推动大豆种植面积120万亩 大豆有固蛋的能力 土壤的蛋含量也上去了 对土壤的改良 农民的增收 是千秋万代的好事 广东1300万亩早稻插秧已过八成 今年广东农业农村部门 推广20个优质高效水稻品种 和13项先进的水稻种植适用技术 进一步稳定粮食生产 提升农民收入 湖南水稻插秧接近两成 在宁乡市双江口镇育秧中心 秧苗清脆 可以满足周边万亩土地的需求 新品种预计将水稻母产提升30到50公斤 总值出原率非常好 羊苗整齐壮实 我们依靠科技力量 在稳面积提单的上出成效 拨下两种还要有量机量法的支撑 在广西重庆 适应秋陵地区作业的中小型农机 大大提升了当地春耕效率 河北累计推广 3410万亩节水小麦品种 基本实现小麦节水种植全覆盖 并针对不同生产类型区 集成推广智能喷灌 交关键水等综合节水技术 推动小麦节水增收 通过推广农业节水测试 全省农业用水量 由2017年的126.1亿立方米 减少到了现在的97.1亿立方米 节水成效是很明显的 各地加快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推动新制生产力落实落地 是各地项目建设的重点 近日安徽省第二批 415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这些项目中有六成来自新兴产业领域 设计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 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等领域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历史五年建设的 我国首台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工程 主体建筑已基本完成 正进行科学仪器的安装和调试 从空中俯瞰 这个大科学装置就像一个放大镜 它通过发射比太阳亮一万亿倍的光 帮助科学家更深层次探索物质微观结构 我们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应该说到了最后冲刺阶段了 现在你看到那么多人在奋战 努力在做这事情 我们要达到一个整个光源的工艺验手 提掉国家身体验手 在各地 一批交通水利等重点建设项目 也在全力推进 上海东站项目的施工现场 塔吊林立一派繁忙景象 上海东站项目位于浦东新区 与高铁市域铁路 陈轨 以及浦东国际机场相连 更好服务和推进长三角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在长江下游的江苏南通 连接南通海门 与苏州太仓的海泰过江通道 正在加紧建设 海泰过江通道是工铁复合通道 路线全长约39公里 预计2028年建成后 进一步推动沿江城市群 跨江融合发展 在南疆阿克苏 新疆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的 混凝土胶筑现场 300多施工人员正在斜坡上 进行胶筑 钢筋绑扎等工作 大石峡水利枢纽 及灌溉防空发电等功能为一体 计划于2026年10月竣工 届时将缓解沿岸800多万亩农田 春季干旱缺水问题 满足塔利木和干流生态补水需求 在黑龙江哈尔滨 2025年第九届 亚东会相关场馆建设全面启动 升级和改造后的冰球比赛场馆 预计今年9月底前具备测试赛条件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 3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同比上涨0.1% 环比下降1.0% 从一季度平均看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与上年同期持平 CPI月度同比涨幅的回落 主要受食品价格和服务价格 季节性下行影响 从扣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看 相比上年同期上涨了0.6% 保持温和上涨 表明我国居民消费需求恢复的态势没有改变 3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环比下降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近年来北京市全力打造花园城市 生态比色不断夯实 满城春花让市民乐享自然之美 眼下北京春花盛开 元大都成员遗址公园里 28种共5000多株海棠 沿河两岸静相盛开 与溪流相应城去 吸引大批市民游客踏青赏花 那个桥还有水然后还有那个花瓣然后落在那个水里面 然后就闭波荡漾的就更加的美丽了 这个春天北京从城区到郊野 迎春 山桃 樱花 海棠 丁香等陆续绽放 在军阳关 漫山遍野的山桃花 山姓花粉白相间 与长城铜矿美如画卷 在国家植物园 各色桃花和玉金香花海共同组成了春花长廊 一步换景 一路皆是春色 在城市和新区三里河 水川街巷 临水相依 沿河两岸 丁香 玉兰 海棠 花开烂漫 暗香浮动 出门就是公园 出门心情就快乐 色彩斑斓 五彩缤纷的那种 心情就是很美丽吧 就剩下幸福和快乐了 北京市持续大力推进首都园林绿化建设 森林覆盖率由2012年的38.6% 提高到目前的44.9% 如今 北京已有各类公园1065个 成为了名副骑士的千元之城 我们实施增采盐绿 建峰叉绿 开展垂直绿化 阳台绿化 和园艺经济家庭多种行动 进一步丰富首都的城市色彩 为首都市民提供更高质量的 休闲健身和绿色消费的生态产品 今年北京还将新建15处休闲公园 和城市森林 50处口袋公园 及小微绿地等 织密绿色空间 未来还将打造全域绿道系统 2000公里以上 串联中心城区 平原新城和山区 寻山呈现衣水城堡 让市民进享开门建绿 抬脚可入的精华绿道服务 我们讲推动全域森林城市的 高质量发展 发力建设森林环绕的花园城市 同时建立完善的公园油气体系 用绿色串联山水田城 人居春夜 形成优美环境 和谐生活与发展活力的良性循环 夯实首都靓丽的生态底色 国务院新闻办 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相关负责人 介绍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有关情况 行动方案提出 要实施设备更新 消费品以旧换新回收循环利用 标准提升四大行动 目前各领域具体实施方案 正陆续发布实施 下一步国家将聚焦石化化工 机械 汽车等重点行业 开展先进设备更新 数字化转型 绿色装备推广和安全水平提升等行动 全面推动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中央财政将加大支持力度 持续实施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 统筹相关资金渠道 支持高排放老旧营运柴油货车 老旧营运船舶等更新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统筹推进新能源公交车和电池更新 加大政府绿色采购力度 国家将着重对安全隐患突出 技术落后 不满足相关标准规范的设备 进行更新改造 包括住宅老旧电梯更新 既有住宅家装电梯 供水供热污水处理 环卫和建筑施工设备更新改造等 还将统筹汽车流通消费的 全链条各环节 打通家电以及换新全链条读点 完善废旧家电回收网络 合理布局回收网点 鼓励各地支持开展旧房装修 除卫等局部升级改造 和居家世老化改造 今明两年 国家还将制定修订294项重点标准 推动政策和标准更加协同配套 有力支撑设备更新和消费品已旧换新 制造业大省广东 通过政府引导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推进工业设备大规模更新 产能提升30% 能耗节省60% 出货周期由三天缩短到两小时 广东中山市的这家服装企业 通过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实现从材片到成衣的智能化生产 极大提高了生产能效 广东制定推进工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提制增效工作方案 从扩能 提制 降本 增效四个方面 提出20条具体措施 引导更多金融资本 社会资本 投入到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上来 今年1至2月 广东省工业领域设备投资同比增长达28.8% 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 将启动2024年 医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 全面排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坚决整治暗箱操作 掐肩招生等现象 重点治理7类长期隐蔽存在的违规招生操作 包括以不当依据招生 违规收费 违规招揽生员 通过测试面试招生 公民混招 分班掐肩 民办学校违规招生 乱收费等 今年教育部将成立专项工作组 开展调查督导 加强对各地招生入学工作全过程监管 并在全国范围展开跨省交叉互检工作 各地要畅通政策咨询 举报申诉等渠道 对违规招生行为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 2023年医保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 2.7万亿元 总支出2.2万亿元 统筹基金档期结余5000亿元 累计结余3.4万亿元 2023年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 达到13.34亿人 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 参保大盘稳定 我国同时对近8000万 低收入人口参保进行资助 减轻居民参保压力 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 截至3月末 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1.4万亿元 同比增长21.1% 一季度全国新发放的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 4.42% 较2023年下降0.35个百分点 金融对小微经营主体支持力度 持续增强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获悉截至3月底 我国商品条码企业用户总量 已超过58万家 连续多年居全球领先位置 目前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商品数据库 登记使用商品条码的消费品总量 达1.959亿种 今天 雄安新区发布产业政策 免申吉祥工作举措 包含首批54项 免申吉祥政策申报清单 享受主体覆盖新区科技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 外资企业等 免申吉祥 旨在提高政策兑现效率和服务质量 让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 更便捷地获得政策支持 今天全球首个外商投资企业 标准化协作平台在上海成立 平台针对外商投资企业关切 通过提供多余种标准信息查询服务 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等一站式服务 更好服务外商投资企业 在国内生产经营和发展 记者从深圳海关获悉 世界海关组织第六届全球AEO大会 将于5月8至10号在深圳举办 AEO即经认证的经营者 作为世界海关组织的一项核心制度 通过认证的企业 可获得海关给予的优惠便利 AEO大会作为该领域最高级别的 全球性会议 对于促进贸易强国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今天 全国金国普法乡村型活动 在陕西安康启动 普法讲师团 金国志愿者等 通过法律咨询 请警局 知识问答等方式 为广大农村妇女和家庭 送去法律知识和服务 活动将重点覆盖 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 今天是第28个世界帕金森病日 主题是和谐共生 美好生活 各地推出世界帕金森病日系列活动 通过科普讲座 暖心互动 健康咨询等环节 增强公众对帕金森病的认识 帮助患者提高生活质量 由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的大地欢歌 全国乡村文化建设年启动仪式 昨天在重庆市举行 各地广泛搭建群众文化交流展示平台 实施乡村网红培育计划 着重打造一批特色乡村文化品牌 记者从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获悉 一季度全国营业性演出场次 11.90万场 观演人数3886.99万人次 票房收入108亿元 与2023年同比增长116.87% 全国演出市场开局势头向好 今天 假成年皇帝顾礼拜祖大典 在郑州新政皇帝顾礼举行 今年拜祖大典延续同根同祖同源 和平和睦和谐的主题 来自海内外的华夏儿女 共同祈福祖国繁荣昌盛 祝愿世界和平和睦 从2006年开始 皇帝顾礼拜祖大典已走过了18个春秋 一年一度的皇帝顾礼拜祖大典 既是炎黄子孙宁心俱立的精神纽带 也是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第14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法国电影周今天启动 活动期间 30部题材和风格多样的法国影片 将在北京多家影员放映 以电影为纽带 架起中法民心相通的桥梁 以色列国防军10号称 以军连日来继续在加沙地带内查里姆走廊 采取空中和地面军事行动 碎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反坦克导弹和迫击炮发射点隧道等设施 以军还称 当天在加沙地带打死三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并称这三人是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的儿子 哈马斯方面10号发表声明说 以军空袭加沙城的沙提难民营 导致哈尼亚的7名亲属被打死 哈尼亚当天表示 以色列打死其多名亲属 不会使哈马斯在加沙停火谈判中做出让步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号报道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分别与阿蒙秘书长盖特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和约旦国王阿布多拉二世通电话 讨论加沙地带局势等 报道称 阿巴斯强调 必须立即停止针对巴勒斯坦民众的种族灭绝战争 并且应该加大对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 俄罗斯国防部10号称 俄军在128个地区打击乌军人员和军事装备 摧毁了乌军武器弹药储存基地 无人机组装车间等 俄军还使用反坦克导弹系统 在蒂涅伯河右岸摧毁四辆乌军运兵车 俄国防部今天称 俄军防空系统在俄库尔斯克州 比尔哥罗德州等地击落12架乌克兰无人机 乌克兰方面称 俄军今天向乌克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 和多架攻击无人机 其中一部分被乌方击落 乌克兰中部能源公司今天称 基辅州最大热电站 特里波利热电站遭俄军袭击并被摧毁 乌方10号称 乌军方对俄方多个防空系统 人员和军事装备集中区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 英国和乌克兰签署了一项 国防和工业合作框架协议 俄罗斯外交部10号发布消息说 为回应英国方面采取的反俄政策 俄罗斯决定对22名英国公民实施制裁 俄外交部还强调 英国支持乌克兰的政策注定失败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0号中国与格鲁吉亚在地比利斯签署了中格关于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 格鲁吉亚外交部长达尔恰士维利表示 签署互免签证协定是格中两国深化双边关系的重大事件 希望双方进一步推动经贸旅游文化等领域交流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0号表示 当天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亚丁湾的四艘船只 其中包括一艘美国军舰 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 当天拦截了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射的共计11架无人机 未收到美军或商船有人员受伤或财产损失的报告 此外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辛拉电视台10号报道 也门何台达国际机场等地遭到了美国和英国7次恭喜 韩国第22届国会选举结果今天揭晓 国会300个议席中以共同民主党为主的在野党阵营 共赢得192个议席 大幅领先执政党国民力量党所在阵营的108个议席 韩国国务总理韩德珠今天向韩国总统尹熙悦口头提出辞职 同时 韩国总统秘书市市长 政策市市长等总统幕僚也提交了辞职一项 10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新一期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 报告说 2023年全球商品贸易下降了1.2% 但今年全球贸易将逐步回升 预计今年全球商品贸易将增长2.6% 2025年将增长3.3% 世贸组织同时警告说 地区冲突 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可能会限制全球贸易反弹的程度 10号美国首都华盛顿市区一个居民区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一人死亡 五人受伤 伤者包括两名儿童 警方称 事发时嫌疑人从一辆车里走出来 向人群开枪后 开车逃跑 据美国媒体报道 目前警方仍在追查枪手下落 同一天 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已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三人受伤 当地警方称已逮捕了五名嫌疑人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